我觉得台湾大选就像秀嘛 选的舞台像是演唱会现场嘛 有歌星 然后有前面铺垫的 还有把残疾人推上去山情的 然后那个残疾人说 支持民进党 中国媒体人王志安上脱口秀节目 贺龙夜夜秀 前到台湾选举 导侃民营党推出身上律师陈俊翰选部分区立委 是为了上台山情催票引来威剿 知名导演叶天伦火大开炮 到底凭什么在节目中模仿嘲笑选招人士 还引用已故剧场大师李国修曾说过的话怒哄 习剧演员最懂得神明的悲伤 你们差得远了 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 也要大家不要再看贺龙夜夜秀了 直言是个恶性的节目 他好像认为所有的障碍者 就是只是政党候选人 就拿来骗票的一个工具而已 这一点是我觉得比较无法接受 他可能不了解 台湾已经是一个很多元民族自由的社会 这个可能是那个记者 他们在中国所无法想象到的 主持人也好 或者是台下的观众的反应 会让我觉得有点压抑 而且觉得比较失望的地方 一个政党都会有不同的造势的方式 和这个呈现的方式 是比较不尊重残疾人士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比较不了解台湾 在选举和这个民主的过程 蓝绿齐深谴责 但王志安依旧不认错 推特上可以呛真正消费残障人士的 是民意党的造势手法不是我 说民意党是绿共 看来真有一点道理 民主进步党对此恶意言论 深不以为然 并予以强力的谴责 支持障碍者平权 一向是民主进步党的核心价值 不会因为单一评论者的影射 以及片面的评价而有所改变 发言人张志豪通批王志安 尽管制作人霍金已经留言致歉 但带来的负面影响 恐怕不是道歉就能了事的 明天新闻里叫阿里七台湾报道